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是在华部 温哥华唐人街的林斯奇会场 这个会场也是我们温哥华华人经常举行会议的一个地方 有的时候会举行各种各样的文娱活动 那么今天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发生 就是说温哥华即将进行市长的选举 当然这次市长选举还包括选举学务委员、公园局的委员等等这些人员 今天是举行一个市长候选人的辩论会 那么就在这里举行 好 我们接下来我们把镜头转到讨论 这个就是市长候选人辩论的现场 我们去看一看 推门进去林斯奇的会场呢 一看原来是乐剧表演 差不多有三百位戏迷正在观看 看来会场不在这里 赶紧到隔壁的中山公园一圆去 这是一个具有苏州园林风范的一个可以说是非常标准的江南庭院建筑 这里小桥流水洋柳翼翼 市长的讨论会就在这里举行 门外好多民众 这是第一次 今年的第一次在华部举行 主要是面对华裔的一个辩论会 现在说话的是原来本纳比南区的联邦保守党的国会议员杨肖惠仪 他这一次也是竞选温哥华的市场 这一位叫肯尼迪 名字不错 也是一个老帅哥 他是从本纳比跳槽跳市赶到温哥华来竞选的 那么他原来是前联邦新民主党的在本纳比的国会议员 他主要是对于温哥华的房屋可负担的情况 表示出极大的担忧 应该说这次他呼声很高 民意调查他现在居于守卫 今天出席这场辩论会的人 可以说是观众非常的多 摸头的这位 是中国大陆的有一位歌星张咪的现在的先生 他这一次也参选温哥华的市场 他的名字叫傅爱德 就是这位左手边 好移过去了 民众对于各位候选人的辩论的内容呢 都非常的有兴趣 华部呢也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呢 介绍相关的情况 每年的逝选呢 都会在唐人街举行一场 主要是面对华裔的这么一个辩论会 这中间的帅哥 叫沈关健 也是一位华裔 穿西装 应该说今年的这个选举呢 是非常的激烈 因为原来是两党 这一次呢 变成是有二十多人竞选 这是黄河边博报 从温哥华华部发来的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